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媒体拱断防治与多元维护法的草案 列入临时会的优先法案 每一个政党的代表都签字了 而且也白子也非常清楚要列在优先法案的审查里面 可是我们昨天看到民进党的优先法案 里面的第六案有把这个法案拿进去 只是国民党却没有 国民党却没有把它列在优先法案的 所以我们非常的强烈的质疑 政府在反媒体垄断以及立专法的这个承诺上 是违背的 是没有遵守的 所以我们今天召开这个计算会 提出我们严重的抗议 今年1月 当吴玉森告诉全国的人民说 执政党支持反媒体垄断 希望尽快交付三毒 这句话还犹言在耳的时候 一夕变卦 广电三法的修正案 在立法院当中被国民党团封杀 台面下的理由 按照媒体的报道 特定的财团业者 透过不透明的方式 打电话向所谓的党政高层关系 是最主要的原因 台面上的理由是 国民党说 马主席说 这一副反垄断的议题 国民党认为必须有必要 透过专法来加以设置 因此 行政院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 也把反垄断专法 列为本会期的三大优先重点 推动法案之一 但是 接下来我们看到了什么 3月22号 当国民党 对于NCC 违反立法院决议 没有把法案送到立法院 没有进行任何的谴责 也就算了 竟然还在院会 封杀了民进党所提出的 反媒体垄断专法 反媒体垄断法 是一个已经迟到了7年的法案 那么政府的代指 NCC的代指 已经被监察院就证 难道NCC还要继续的 代指不立法下去吗 那么国民党的党团党边 居然以白纸黑字的签名承诺 要放入优先法案 居然可以废弃承诺 这个欺骗全国的老百姓 我们认为这种做法 会使整个国民党在台湾 无法立足于台湾社会 无法建计于台湾人民 我们长久以来的努力 就插这灵门一脚了 没想到 国民党 这个时候又开始对外放话 反媒体垄断专法 并不急迫 是不是有把平面媒体纳入的必要 有讨论的空间 我要非常清楚的指出来 在今年1月8号 国民党中三会报上 反对 透过修广电三法 纳反媒体垄断条款的 马英九主席 他提出来的理由是什么 他提出来的理由是 媒体 不是只有广播 不是只有电视 报纸应该要纳入 应该要做通盘的考虑 所以要制定专访 前后对照 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政府 不断的反复 不断的推托 不断的说话 不断的愚弄台湾人民 五年来 一波又一波的 大型的媒体并购案 震惊了台湾的社会 如果不是公民社会的力量 不断的站出来 大声疾呼 呼吁台湾 要维护自由民主多元 如果不是海内外的知识分子 大家都纷纷的站出来 疾呼 要抗拒中国因素 对于台湾社会 对于媒体所有权的垄断 所有权的这种并分并购 那么台湾现在的媒体现况 你大家可以想象 很可能 我们所有的电视台 都已经必须要看 这个大型的 有线新统台的脸色 然后这个大型的媒体集团 不断的公然的侵害媒体专业 贩卖新闻 给中国大陆政府 而且还要继续的这个跨媒体 垄断将近二分之一 报业的市场的局面 而这个巨富的集团 它还可以继续的购买 继续的并购 如果政府不准 它就可以控告政府 目前虽然这些并购案暂时止息 但是就表示台湾社会 不会有大型并购案了嘛 就表示这些背后与中国利益有关的这些市场的因素 它不会再觊觎台湾的媒体所有权吗 我们现在看到两大暴击团 认为台湾没有垄断问题了 不需要立法了 这是不是就很不同说 现在没有火灾 所以我们不需要提升建筑物的这个防火安全 现在没有地震 所以我们也不需要要求这个建筑物的地震的这个设计 这两天没有作画剂了 没有毒淀粉了 所以我们也不需要修改食品安全法了吗 这是一个有为有手的政府 该说出来的话吗 这是我们的媒体舆论 能够提出来的一个向社会负责的言论吗 今年二月的时候 行政院将反垄断法列为本会期的优先草案 但我们看到 先是看到NCC在立法上的拖延 然后再看到国民党对民进党团提出的草案的背格 造成立法的延宕 又看到多数的国民党交通委员会的立委 在审议反媒体垄断法的时候的缺席 甚至是执政党自己都不愿意支持行政院提出的版本 然后又提出了一个最可笑的 没有禁止整合红线的反垄断法 从国民党这期间的所作所为 我们看不到它所谓的优先何在 到了五月底 交通委员会已经将反垄断法送出委员会 临时会将在明天开始 但在这个时候我们却听到 国民党并未将反垄断法列为优先法案 先是从去年11月不愿意签署立法的承诺书 然后又说国民党也支持了反媒体垄断 然后又在一戏之间推翻了广电三法的修法 到了现在 今年六月你们连样子都不愿意再装一下吗 我们要求马总统和江仪化院长 你们难道要闭着眼睛背向门门的利益 无视台湾的自由民主吗 如果执政党的党边可以公然的 以白纸黑字的承诺都违反 的话 这样的欺骗全国老百姓 马总统还有资格领导执政党吗 还有资格继续担任国民党的主席吗 江仪化院长如何面对 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跟教授的良知 你还有资格秩序领导我们的执政团队吗 如果石秀伟没有执行NCC 基本的把这个任务的能力 你还能恋战权威 还能够面对社会大众吗 因为现在没有急迫的个案 没有立法需要的说法 是完全谬误的 因为立法本来就是要防患未来 本来就是要建立公平合理的环境 让业者跟我们的公民社会有所尊崇 现行的法规包括公平法口练三法足够吗 如果足够的话 为什么这几年来还有不断的 这些公民社会的抗议 为什么政府会不断的被告 正是因为现在法规不足 需要一个统整性的立法 需要以维护言论多元为中止的立法 NCC过往的经验 不但从来没有办法 有效的惩治这些不公民的行为 而且被业者不断的申诉自身难保 所以NCC的待遇立法 更是已经被纠正 信守承诺完成立法 NCC的待遇